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索文斯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六 先讲两个新闻上的事 我觉得也不是跟财经没有关系 也不是跟股市没有关系 大家注意 最近这两天市场上传得沸沸扬扬的 一个是普京的 普京把这个拜登的儿子给做到了 还有一个就是拜登老年时代可能要辞职 这个晚上或者身体原因会要辞职 如果你从逻辑上想一想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愿望 但是应该来讲不是事实 应该来讲不是事实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拜登的儿子在马里乌布尔战役 开打的时候 他儿子在网络上在媒体上还出现过 还出现过 你不可能在打完在打仗了 拜登还偷偷地把他儿子送过去 这个可能性其实并不是很大 但是这个事情 如果现在讲的是万一 万一如果真的证实了真的是他儿子 对吧出现问题了被逮到了 对吧或者被普京给牵到万剐了 对吧或者产生了什么一个非常 利用他这个儿子做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交换 那么可以这样讲 美国的股市一定会产生暴跌 为什么 你想想看 那就意味着两国家肯定会产生 非常有可能会产生核大战 这都是有可能的 对吧 这个里面至于是为什么 大家仔细去想一想 没那么简单的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消息应该来讲不是这个真实的事情 第二个大家注意的 就是说 美国呢这两天下跌 A股呢也跌得要死 这讲实话大家心情都不好 但是美国的股市 昨天晚上走得依然不好 大家可以看到纳斯达克 在昨天晚上最高的时候 这个下跌达到3%左右 这个2.5% 这个接近于3% 我在美国的有些朋友 是在美国做美股的 他们呢也基本上都清仓了 我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他们很悲观的 然后呢他们告诉我们 就是现在美国的主流的财经媒体 对美国的股市是相当之悲观 就认为这个熊市还遥遥无期 根本就没有结束 也对美国的这一次加息 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力度 这个是心存疑虑的 也是心存疑虑的 从走势上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 美国的股市 为什么没有像中国股市 这样暴跌啊 对吧 这种直行下面条一样的 往下砸 实际上美国的华尔街 或者美国的这个政客 在有意控制美国股市的崩盘速度 这个是可以控制 通过舆论啊 或者通过什么东西 是可以控制的 对吧 你只要舆论 比如说 我突然讲这个加息的时候 今天放两个利好 明天又放一个利公 今天放两个利好 明天又放两个利公 它这个市场就会产生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它的这种情况 比我们这个情况要好得多 要好得多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三个 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市场看到的东西 就是 向外转加风险 依然可能要在暴跌 在它产生这个大凶势暴跌之前 可能要完成 那有很多人讲 美国的股市这个下跌对他们有没有好处啊 其实我讲实话 从股市的下跌角度来讲 美国的股市啊 它能够就美联储可以自由操控美股的上涨和下跌 你可以看到历史上以往它是怎么玩的 就是它加息加息 加的加的 它发现美国股市不行了 或者美国经济不行了 它立马就转为 放水 反正它放水全世界买单 它有的这个优势就在这个地方 它放水全世界更倒霉 就是美元是它的 那问题是咱们的 所以美国背后所暴跌的这一系列的事情 对我们来讲 就单前情况来讲 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 这个危机的源泉 我们怎么办 我告诉大家 这三千点有很多人问 三千点守得住守不住 守得住守不住 其实像我们这样的人 包括我们这里面一线的基金经理 手拿万亿资金的基金理 他们讲话算吗 不算 但是这次教训 是非常深刻的 我跟大家分享 我这两天在思考的一些教训 我觉得对大家来讲 可能也有一些帮助 但一个经济体 就全世界的股市能够暴涨 持续暴涨的 就是世界第一的 世界第一 如果你不是世界第一的话 我告诉大家 就是被世界第一影响 它怎么收割你都行 为什么 因为它的货币是强势货币 所以为什么中国GDP 什么的 我们一定要走到世界第一去 一定要把人民币推出去 变成全世界的主流货币 咱们就不想收割别人 那别人也不能收割 我们收割的这么轻松 所以这个问题 对吧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推人民币 实际上这两天 这一段时间 人民币推 我觉得包括我们货币贬值 从货币贬值的角度来讲 也可能在打人民币 大推的这个牌 至于怎么样的 往这里面 后面应该会有一些具体的 官方的东西会出来 大家注意 大事不好 我一再讲 其实我今年 1月4号 就是那天开盘了 对吧 就那天 上班那天 我就跟大家讲 我说 新华社已经说了 那个文章 我说了 大事不好 清仓超过任何技术 除非你不做 没有寒情 今天就是没有寒情 能够不跌 能够维持住寒情 已经是千万现 为什么 因为规则掌握在别人手中 你的命运就是被拿捏的 一个周期超越任何技术 大家记得 如果我们在这行业里面 非常有名的一个人 叫朱金康 现在去世了 现在已经走了 他当年讲的话 你现在再回过头来看 包括国内周期研究的一些大佬 我告诉大家 美元的这个周期 就是一个强势周期 他一旦 他就是太阳 全世界的货币都是围绕探转 就目前为止 我们依然是被收割的一分子 没有超过 这个我们讲实话实说 没有超过 所以他每一次暴跌的时候 我们都不能探跌 你怎么办 我告诉大家 没有办法 唯一能够办法的 就我们讲的 你通过政策 你看这两天有没有政策 其实是有政策的 你比如说今天央行的陈玉璐 对吧 又讲了 讲什么 说了四点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了四点 第一个 保持整体流动性的宽裕 全面降准 还得降准 对吧 还得加大流动性的投放力度 就告诉你 给市场注水 放钱 对吧 美国那边咱们不管 他加息他加他的 但咱们要把经济给刺激起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引导贷款的利率下行 什么意思 就是引导你这企业来借钱 对吧 利率很便宜 利率越来越便宜 对吧 你们来借吧 来扩展你的生产 来刺激你的生产 但是目前为止 中国不是生产的问题 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疫情导致的消费 消费不足 没人买东西 不能出去啊 对吧 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 第三个 还得说 特殊时期利用好 结构性的货币政策 重点支持 看好了 重点支持制造业 我上周五还在文章当中讲了 跟大家讲了 我说制造业 其实制造业 中国的制造业 核心制造业 特别是汽车制造业 实际上是我们国家 能够刺激整个经济 整个产业链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之一 基建是一个环节 基建能带动各方各业 比较多 但是 我们讲 这个里面有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中国的制造业 绝对绝对 不能够 这个 崴尼 为什么 美国实际上跟中国打来打去 打金融 打战争 打来打去 打什么 打中国制造 2025 中国的制造业真的崛起了 那就真的崛起了 房地产崛起 GDP往上走 不算数 哪天你的制造业 崛起了 那才是真的崛起了 所以大家注意 这个教训 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 真正的东西 是中国核心的东西 基建 单前是个启动 经济的核心 制造业也是 你看 领导都说了 还有第四个 这两天人民币贬值 这个问题 绝对是市场当中一个热点 而且是引发 单前市场 产生恐慌 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源头 但是 央行的人说了什么 保持人民币汇率 在合理的 均衡的水平上 保持稳定 贬值 是绝对 你看有效防止 有效防止 大幅度波动 不要让他大幅度波动 你知道为什么 不要让他大幅度波动 你听听前面的视频 包括我在文章当中 前后都跟大家讲 这个事 第二个我们总结了教训 中国的明星基金经理 都是牛市的明星 熊市 无所作为 我是其中的一份子 在这个行业当中 一份子 咱们没有什么 很高的级别 但也不是对市场 一点都不懂 对吧 认的人多 挺多的 我告诉你 大家也现在 就是赚管理费 你在牛市当中 买的长期的基金金理 如果长期持有的话 你别看别人赚的钱 有多少 就在股市当中 你别看别人 挣的钱有多少 有可能你挣的钱 三天就归零了 我们跟业内的 团队的这些高级 高手啊 也能够有在一个 交流的地方 对吧 能够交流一下 咱虽然说跟人家 不是一个档次 但是我能跟人家交流 能够问问别人的问题 可能问十个 对吧 别人回几个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能告诉大家 他们心里面 也是没底的 也是没底的 所以对我来讲 我指数基金 会比配置这种基金 会更加积极一点 我觉得他们 其实中国的基金 没啥希望 有很多人说 百分之九十几的基金 跑不过 这个指数是对的 你想看 你能选择那百分之十的 那跟股市一样的比率 对吧 其实选基金 比选股票还难 你看多少基金 几千个基金 对吧 五六千个基金 对吧 比股市也就四五千个 对吧 第三个 大家注意 政策 我们短期之内的 这个政策是不会改变 靠政策吃饭 依然要持续 你看我们今年 其实今年 讲实话 还是比较幸运的 就是搞了基建 没大挣钱 但是至少 没有 没死 对吧 为什么 因为我们前后 讲了最多的 就是政策 在哪里 钱 在哪里 钱往哪里去了 政策去哪里 基建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基建里面就抱着 在基建里面好像 前一段时间不达好 后面又回来了几天 这个市场 最主要解决的是融资 而且印花税 每年出那么多钱 你看看 对吧 其他的对于股民的 这个收益来讲什么的 个人以为 从政策的角度 宏观的角度 你还有钱炒股 对吧 别人还有饭都吃不饱 你想看 你会得到多少关注 第四个 本质上 A股的本质 都是周期给的钱 失去周期一切偶尔 我为什么说这一次 其实股市 我到目前为止 3000点这个位置 如果不出什么特殊的事件 应该来讲是可以 称一称的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货币放水 在这个地方 还在持续 而且这个力度 还不是小 大家可以看到 前一段时间 网上讲一个事 说什么 这个我们各个省会城市 或者我们各个地级市 对吧 基建议做完了 随着我们的 这个 城市化 大家都做完了 今天出来一个消息 说我们现在要搞 县城的城市化 为什么要搞县城的城市化 我们有1800多个 1800个左右的县城 而我们现在 城市化的人口 是9.1个亿 城市人口 而9.1亿的城市人口 只占我们城市化率的多少 65% 美国的城市化率是82% 法国是80% 德国是77% 英国呢是80% 那你想想看 从这个比例来讲 我们人 我们的城市化率 还有15%要完成 也就是还有15%的农民 要进城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来 来看的话 咱们先不论这个里面 到底是最后这个格局 会不会影响生孩子 会不会影响 整个农村的这个格局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单前的这个城镇化建设 就是这个基建 应该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切入点 不断来的出政策 你说大城市基建完了 那我们搞县城 为什么 只有这个方向 才能够容纳大量的资金 而且可以解决就业 而且可以拉动产业链 所以这个也是 我们文章当中 近期重点在研究的方向 一切都是我们讲周期 大家注意 你选择的股票或者基金 你看那个人挣钱了 在基金当中 挣了多少多少多少 他如果不变现 最后都是一场购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大家关注文章 或者关注我们的视频 都在讲 其实更应该关注的是周期 其实今年 我们讲不操作 或者离场 对吧 或者清仓 你超过了任何技术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为什么 因为整个大周期 就在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周期 什么时候见底 就目前来看的话 上层的政策 是有意对抗美国收割的 但至于这个对抗 到底能不能产生 根本性的作用 这还得有阐释 还得要观察 大家可以看到 美联储又在释放一些利空消息了 可能还要加200个天 就再加个2% 还要加4次50% 美股再往下砸 A股怎么办 就目前来看的话 依然全部要靠政策 靠散户 靠基金 都是不行的 那至于怎么办呢 或者这个里面 是不是有机会 或者什么时候到底呢 那我们具体的时候 再到文章当中 详细的研究的时候 再说 我再次讲讲一遍 老索没有收过任何一分钱 老索也没有这个能力 我连打赏都没有开过 咱没有这个能力 对不对 但是晚上有很多人 打着索文斯的旗号 在收钱 在骗钱 在告诉大家 这个各种什么技术 什么的 都跟我没关系 我所讲的这一点知识 都是在网上 在平台上 跟大家交流 有说话的地方 仅此而已 好 今天我们重点就讲到这里 大家关注索文斯的文章 关注索文斯的视频 如果你觉得 老索讲的还可以 给老索点个赞 谢谢大家